台湾最热议的事情是民进党立委 台南区的王定宇被周刊拍到爆料 他跟民进党的发言人 美女 号称美女颜若芳 小王定宇十七岁 他们同住一个房子 一个礼拜五天 王定宇说 我是跟他租一个房间 颜若芳说 我平常跟我爸妈住呢 我有时候才去我那个房子 有时候我会碰到王定宇 那是一个两个房间 一个客厅的一个小房子 当然 你相信吗 立委就是在台湾的体制下面 你如果是在新竹以南的 你的选区在那里的 那么台北那边会提供一个立委的会馆 那个单间的套房 不能说像五星级饭店那么豪华 总是不会输给颜若芳那个两房一厅嘛 所以这是考验了什么 考验了政客的本事 你要怎么拗呢 你这个事情还能拗吗 孤男寡女 王定宇人缘那么差 就算他明摆着免费不用钱的立委会馆 他不住 就是他头脑坏掉了 他宁愿花钱去租 那他人缘那么差 他手段那么糟糕 他的助理那么无能 连帮他找一个单独的套房都不行 或者说去找他的男性的朋友 去分租都不行 非得要找一个女性 单身的女性 跟他分租一个房间 这个 所以 政客 就让我们 像我们展示了政客的厉害 但是后面这个开始的媒体 又来转说这个是阴谋论 因为 闫若芳跟王定宇都属于海派 王定宇是海派的大个 海派是谁呢 就是林昆海那一派 那林昆海又是谁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 三立电视台的大老板 有媒体的支持 成为民进党里面的 非常重要的大派系 另外一条线呢 是王定宇 王定宇 他是台南的 他 很想 在2022年 能够打败黄伟哲 出来参选 台南的市长 那民进党的台南 就是 民进党初选胜了 大概也就胜了 现在呢 除了王定宇 还有另外一个 是 除了王定宇之外呢 当然还有另外一位 也是想要打败黄伟哲 所以 这个阴谋论 到底是谁 很多人都心智肚明 但是 人人都知情 大家都没有证据 所以不能够胡乱猜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 如果你不去分租一个人家 单身女孩子的房间 那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当然这是个花边 只是说 这个花边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 台湾的政叹 它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大家所求是什么 嘴巴讲讲 口号是什么 实际上 身体很诚实的是什么 那很诚实的呢 除了身体还有钱 钱也很诚实 澳洲反中 所以 前一段时间 因为红酒的问题 大家都要来挺红酒 挺澳洲红酒 也就是挺澳洲反中 澳洲红酒又变成自由的代表 反正你只要反中就是自由 这也蛮好笑的 那台湾呢 凤梨因为病虫害的问题 大陆暂停进口 所以呢 政客啊 还有全世界各种反中的力量 纷纷开始表演 说台湾的凤梨是自由凤梨啊 那黄伟哲 我哥哥又说 要用 跟澳洲买红酒来换 澳洲让台湾进口凤梨 该怎么办呢 所以呢 民进党 他花了十亿台币 要来推广 四万公顿的凤梨 或者三万公顿 whatever 那蛮好笑的是 要用 好几倍的凤梨的价格 去补贴 让凤梨可以坐飞机 到澳洲去 号称 可以出口 两公顿 两公顿 或者五公顿 或者七公顿 都各位数 可是大陆一年进口 台湾四万公顿 谢都没有谢一声 还 讥笑人家 好啦 那你 补贴 免费 招待 澳洲市凤梨 人家领情吗 不 人家哪里领情啊 现在 澳洲 本地 种凤梨的人 他就直接说了 我们非常的忧虑 台湾的凤梨 有病重害 为什么要进口 台湾的凤梨呢 我们澳洲 也有凤梨啊 为什么不吃 我们澳洲 本地 新鲜的 好吃的凤梨 要从台湾 进口凤梨 所以澳洲 种凤梨的人 澳洲卖凤梨的商人 统统开始反弹 才两公顿 五公顿 人家就反弹了 所以醒醒吧 谁对你好 谁要吃你的凤梨 为什么台湾的凤梨 从民党叫叫叫 花了几十亿 成立各种各样的 什么农业平台 要帮台湾的水果 外销 农产品外销 这个雷声大 不是雨点小 是雷声大 没有雨点 凤梨95%的外销 就是销到大陆去 因为大陆对台湾 有民族情怀 大陆对台湾 有扶持的善意 有同胞情 人家 澳洲进口几公顿的凤梨 农民就不干了 日本进口一点点 我们挺台湾凤梨 我们不希望台湾被中国欺负 真的是很恶心 美国有让台湾进口凤梨吗 非一分嘛 大陆暂停进口台湾的凤梨 那美国分两万公顿嘛 日本分两万公顿嘛 那不就结束了吗 你那么挺台湾 不是自由凤梨吗 美国再来协会 不是说你今天凤梨了吗 那赶快让台湾凤梨出口到美国去 叫什么叫 那澳洲呢 你不要进口三公队我们公队 你不要台湾补贴运费嘛 干嘛台湾补贴好几倍凤梨 凤梨的价钱一公斤三十块钱 台湾要补贴一百块三百块 有这种事情吗 运费比那个东西还贵 而运费还要政府补贴 挺自由啊 挺台湾啊 这个 讲到前大家都很诚实 那政客的话 听听就好 但是政客做什么 他会实际上伤害到人民的 中央社 中央社大家都知道是台湾的 政府掌控的 政府的喉舌 中央社专访了蓬佩奥 刚刚下台没多久的 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奥说 他会很高兴能够访问台湾 但是他不能够猜测 什么时候来台湾 你可以感受到 那个民进党 政府跟蓬佩奥 没来引去的样子 多了 蓬佩奥什么时候来台湾 时间的问题而已 他当然来啊 他来了以后 有媒体焦点啊 台湾的媒体一定这样跟啊 美国的反中媒体一定跟啊 对他有好处啊 对民进党有好处啊 用蓬佩奥 来打击北京啊 虽然蓬佩奥已经下台了 毕竟是美国前国务卿 有他的那个光环在 所以你觉得台独跟美国会消停吗 不会的 我真的要证告 很多很多的学者 很多学者啊 就是脑袋跟降鼓一样 自以为每天在那边钻研 什么样的东西 但对于判断很多事情 完全不行 完全无能 而对于真正美国 完全不了解 到处在祸害别人 给予别人错误的知识 说什么 哎呀拜登上来之后啊 中美的关系会缓格啊 我一直在讲 一直在说 你是个博士学会都没有用 你没有真正的知识 没有真正的认识 没有真正insight the understanding 只是疏宠而已 有一句话叫做 有些啊 有些学者是训练有素的 某种动物而已 只会知识反应 因为一旦给出错误的见解 其实是会祸国殃民 拜登口口声声说 我们尊重 尊重 一个中国原则啊 而实际上做的事情 就是在台湾 继续知识台湾啊 更何况还有前任的那些政客 所以美国依然会利用台湾这个免费的 而且自己扒上来 自己送上来的 知识棋子嘛 还是工具人 还是奴隶 随便 台湾太好用了 不会消停了 每天都有得玩啊 在这样子的现况之下 我们来看看 对于中国有偏切 有绝对的恶意 这真的不要怀疑 在这个世界上 强而有力的既得利益者 这些既得利益者 就是过去的帝国主义者 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国家 在过去一百多年来 有哪几个没有侵略过中国 说说看好了 清朝 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有谁没有从中国老国好处 在他们眼中 长期以来 所希望继续腐败 继续衰弱分裂 任人欺负的中国 突然间有一天 哎呀 怎么这么短的时间 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 最高的成就 而且 整个中华的文明 跟西方是 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不同的体系 就适可认输不可认 当然 要坚决打击到底 那打击中国 当然要用很多很多的手段 各式各样的手段都用 其中有一个是什么 媒体 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大陆的对外宣传不太好 大外宣不太行 我要说 大陆怎么样去宣传自己 那个是大陆自己要去处理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大陆有很多事情 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 我现在讨论的不是宣传你如何如何好 而是说 这个事情总是有一个事实 真实的根据吧 结果呢 没有啊 大陆把事情讲清楚了 甚至事实俱在了 结果人家甩你吗 有太多的证据证明了 新冠病毒不能够说 它是起源于武汉 你可以说它在武汉大爆发 但是美国 前总统 理你吗 特朗普理你吗 前国务卿 蓬佩奥理你吗 不理你 拜登现在虽然改了 但民进党政府 照样 口口声说 武汉病毒 中国病毒 所以事实跟恶意 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你再好 人家照样说你杀人放过 那西方 跟所有反华的力量 包括台独跟港独 要把中国 形塑成一个妖魔 那当然就是要有 国际的媒体 国际的媒体 西方的媒体 西方媒体的记者 当然就是帮凶也好 走狗也好 我不说所有的记者 是非常多 最近有一张 大陆天安门 那边的一个武警照片 这个武警的照片 就是在网络上面 备用400多块钱 美金来买 大陆的记者就发现了 很多的西方记者 聚在一起拍一个武警 然后拍出来 变成背后就是天安门 他形塑说 天安门是这样肃杀的 非常的肃杀 因为大陆正在开两会 两会期间 所以把两会变成是一个 集权的象征 大家都可以发现 反正要报道大陆 你就用阴间滤镜 这一样的拍 结果你就用阴暗的 青绿色的镜头 把它变得非常的灰暗 黯淡 肃杀 都已经比对出来了 那再回想看看 在2019年 香港暴乱的时间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也许有些人注意到了 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 香港的警察 在反击暴徒 结果西方的记者 所有的记者 包括那些港独的那些 那些 妖魔 所有的人 没有人在拍那个暴徒 每个人都在拍 那个香港警察 每个人都在拍 那个香港警察 就好像那个警察 非常凶残的 拿着武器 对抗香港人民 那实情 当你 从最后 最远的场景 从你看到 原来那个警察 是在墙角 你们在对抗那些暴徒 这个就是 现实 事实是 是什么不重要 那你说 有图有真相啊 你说那个警察 我拍照片是假的吗 这就骗人了 就是 一件事情 你怎么样的描述 你怎么样的呈现 才是真实 你打我一巴掌 我忍了 你打我两巴掌 我忍了 你在踹我 我忍了 最后你把我 按在地上 然后我开始反抗 你按在地上 然后一直 暴打我 然后我反抗 结果 你拍我反抗 说我 凶猛的袭击人 那这是事实吗 我的反抗 叫做凶猛的袭击人 这显然就不是事实 但是要扭曲 是很容易的 包括在新疆的事情 包括在西藏的事情 香港 台湾 每一件事情 黑要说什么白 增身杀人 增身没有杀人 可是 众口一词 五百个人说 增身杀人 你一张嘴 你怎么去反驳 五百个人 这就是 这就是大陆 现在的一个 一个挑战 心怀恶意的 真的很多 而心怀恶意的 很多是既得利益者 是有钱有势的国家 有些是 号称是自己的同胞 比如说 港独跟台独的人 你把他当同胞吗 他不把你当同胞 那怎么办 台湾现在有一个 很敏感的案件 就是有一个公司 台湾人 他帮大陆的高科技产业 从台湾挖走了 两百多个工程师 其实台湾的工程师 硬体的工程师 其实还蛮知名的 大家都很爱用 为什么 就是以台湾这么小的地方 确实培养了很多很多的 硬体的工程师 又勤快 又不贵 又好用 以人口比例来讲 是相对非常非常多的 那这个也就是台湾 现在有的 薄薄的一点基础 因为台独的基础就是 我绝对 不要跟大陆在一起 我绝对要用我手中之力 来帮美国帮日本 大击大力 所以如果两岸的力量 联合起来 那个会很惊人 大家当然不要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 就是可能是一般商业的事情 在台湾挖搅了两百多个工程师 让他们到大陆去任职 那这个事情 竟然变成是 检掉兵分多路去调查 调查了台湾的好几个科技公司的人 然后就发现说 有大陆的企业科技公司 在台湾设分公司 那这怎么得了呢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经济部 他公告过 经济部公告 他说 大陆的企业 半导体的业者 大陆的半导体业者 大陆的法人 大陆的人民 都不可以来台投资 来设立半导体公司 或分公司 你除非是取得经济部 投资审议委员会 特许 我才容许 你来台湾设分公司 或办事处 不然我给你判刑啊 判刑是一年下 有些图形 你这样你就知道说 台湾的法律 它是多么的荒谬可笑 它明摆着对大陆 是何等的恶意 大陆的企业 不可以在台湾设分公司 除非我特许你 那美国的企业呢 日本的企业呢 外资要在台湾设分公司 何等容易之事 它完全是两套 这真的 我觉得台湾 它现在就是一个沦陷区 它是一个没有办法 用正常道理讲的一个地方 而且大家已经很习惯这样做 就是从头到尾 把大陆当成敌国来看待 你所有的法律 媒体跟整个风气 就是把大陆当敌国 但又要这个敌国呢 免费的供应你金钱 每年台湾从大陆净赚一千多亿美元 一方面把大陆当敌国来 这样子来处处防范 因为你如果没有把它当敌国 你怎么会这样处处防范 你有这样子防范美国吗 有这样防范日本吗 有这样防范加拿大 英国德国吗 没有 可是 其他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人 都没有像大陆对台湾这么善意 那你一方面把对方当敌国 那很好啊 台湾就不要跟大陆有任何商业往来 这样才是敌国吗 你一方面要做生意赚人家的钱 一方面要把人家当敌国 这不是很变态吗 是不是 太可笑了 太可笑了 只准台湾卖给大陆赚大陆的钱 台湾人如果到大陆去工作赚钱 动不动就卡到国安法 动不动就要坐牢 就动不动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理 违反反渗透法 任何东西都可以卡住你 太可恶了 真的 我不是说我支持做商业建议 不是哦 这是两个层次哦 任何人 任何地区都不要去做 你本来就是你偷人家的技术 那当然就是按照一般的商业法则来处理 可是你法律你是有一体适用性的 如果你今天不能够容许 大陆的企业来偷台湾的人才 那你为什么容许美国企业偷台湾人才 为什么容许日本企业偷台湾人才 你这么斤斤计较 一两百个台湾的工程师跑到大陆去上班 那你为什么不会斤斤计较台积电整个被美国 挟持到美国去设厂 台积电被日本政府下令到日本去设封测厂 日本政府还要投资百分之五十 那你要不要把日本政府抓来做了 把美国政府领导投资抓来做了 那台积电要不要去做了 你怎么可以斤斤两套标准嘛 是不是 你给我一个标准啊 那科技现在已经是 每个社会每个国家 要争取生存的 最最重要的关键之战 生死存亡就在科技 尤其是美国 他向全世界展示 他可以怎么样的无耻的违反 所有的商业伦理跟法则 以总统下令 直接立刻要求全世界 不得供应半导体给中国 不得协助任何 半导体给华为 可以玩到这样子 那大陆终于在这一次 真正感觉到痛 大陆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 其实算是很顺利 那过程之中因为 改革开放以后 那一批知识分子 一下子面对西方 面对整个世界 当时的大陆是一穷二白的 没有自信 他觉得美国什么都是好的 西方什么都是好的 那美国给他洗脑什么 他都相信 美国说你不要自己做啊 不要自己做 可以买就买 而不买我租给你 所以在很多关键的技术 或关键的产业都被美国 处心积虑或者无心之中 就暂至垄断控制 现在知道 所以大陆在这次的两会 非常清楚 在很多产业上面 要盯住这个 会被卡脖子的东西 因为任何领域 你被卡脖子 那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比方说芯片 如果美国用下流的手法 拖延你大陆 整个的发展 在半导体上面发展 五年就好了 这五年已经是好几个时代 那么大陆整体科技 在这相关领域的发展 整个被拖住 那芯片的重要 因为大陆过去 在半导体上 不是没有很大成就有 但是在商业芯片的制造上面 误信了美国的说辞 觉得我可以买啊 所以大陆在半导体 在芯片的设计上 你看华为可以设计出 非常棒的芯片 但在制造上 你就是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台积电的替代品 或者说其他的供应商 可以供应一流的 好的精细的 便宜的芯片 甚至自己要做一个 一个盖金元厂 你也处处被美国卡脖子 所以这一次呢 就定了七大领域 这个七大领域 都有国家安全的一个考量 人工智慧 量子 计算 机体电路 机体电路就半导体 基因 生物技术研究 神经 跟科学 跟航太 大陆现在被卡脖子的 不只是半导体 就是不只是机体电路 大陆现在造飞机 大飞机 大飞机 当时也是自己要发展 后来也是 误信了美国 所以 就都是买美国的波音 现在技术 大陆现在要开始 一定要加急努力 自己要有自己造飞机的能力 造军机 造商业的航空器 商业的飞机 波音 它一方面是造民航的飞机 但是 波音也是美国的军事工业公司 一个公司两个招牌 所有这些各种行业 都是国家一生命下 都可以为军事所用 大陆被卡脖子的 不只是半导体 也不只是飞机 大陆的大豆 我们中国人自古吃豆腐 结果呢 大陆现在 每年从国外进口多少大豆 大陆 有没有跟孟山都 买大豆的种子 要小心哦 跟 这种孟山都这种公司 买种子来种 你是没有办法自己留种子 然后明年再种 因为它是转基因的 它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自己在自己 你永远被它控制 大豆 中国人吃猪肉 吃了千年了 结果现在大陆的 猪 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原生猪呢 还是进口的 进口的种猪来那个呢 为什么 而牵涉到商业上面 因为你如果用传统的养猪的方法 你要养的比较久 耗费的粮食比较多 养出来猪比较肥 那你就要又要瘦的又要快的 不能养一年 你可能要养半年就要来杀了 所以这样子要赚钱 所以 渐渐的 我们的猪 我们的牛 都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 怎么办呢 这个都要很小心 一个十四亿人的大国 大豆进口 我们自己没有种 没有种了 我们中国的原生的大豆没有了 我们自己原生的猪没有了 我们的牛没有了 全部都是进口的 进口的肉 或者进口的种猪 我们的鸡呢 我觉得其实我非常害怕 中国一定要下定决心 绝对不能够被卡脖子 半导体的教训太大太大 那美国Stanford大学 这个月的一个报告说 在AI人工智慧的期刊引用量上 中国大陆最近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期刊引用量 大陆在很多的领域上 真正开始非常下功夫 做很多的研究 做很多的努力 是要非常脚踏实地 要一步一脚印 要耐得住其中 这次两会呢 还针对了一个事情就是 要反制裁反干涉 栗战书说已经完备了 涉外领域的立法 这个很重要 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说 针对反制裁反干涉 反制常备管辖 推动形成一个系统完备的 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这是什么 因为美国每次都用常备管辖 用你美国的国内法 我来管你中国大陆 你总统下一个命令 你就把我当罪犯了 这个就是这一次 他要必须能够反制 这样完全没有道理的一个制裁 干涉跟常备管辖 大陆的央视 他有一个对全球 在全球播叫做CGTV 那这个CGTV 英国他突然之间 就把他指导给取消了 用了借口说 任何在英国播出的电视 不可以受政治力量干扰 哇真的好恶心 为什么好恶心 因为他说 你这个中央电视央视啊 你是直接属于政府的 所以这样不行啊 好这个现在有 3月9号 多位国际知名人士 在英国的陈星报 和拒绝新冷战机构的官方网站 联合发表一个联署的公开信 反对英国政府对CGTV的禁令 这个呢 这次参加署名的 有澳大利亚著名的战地记者 有电影导演皮尔格 有三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导演 制片人 奥利弗 史东 以及英国电影学院 终身成就奖 得主 洛奇 这些人 有包括作者 记者 编辑电影人 跟音乐人 那里面讲到的 有一个就是说 你用这个做理由 你说他属于政府 可是BBC 和德国 还有法国电视台 都属于政府啊 都受政府政治力量的控制啊 所以你们可以 别人不行就是了 所以你们 你们受政府控制叫做正义 别人受政府影响 叫做邪恶嘛 对不对 都去吧 然后其中 他还讲说 英国的通讯管理局 他把CGTN的 波音执照给取消了 说里面的理由是说 任何英国广播执照的持有者 不应受到政治机构的控制 但是BBC的所有员工 都必须接受 军情武处 就是英国的情报单位 他说 这个攻击言论自由的行为 发生在西方威胁 发动对 对中国的新冷战的背景之下 所以建立各国人民间的互信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他呼吁英国的当局 不要再干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有点小小的感动 他们这个讲法 其实我讲很多遍 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种无耻的政府 英国是一个非常无耻的 一个政府 这个国家 他从他的帝国主义 他对中东 对美洲 对非洲 对亚洲 他的殖民 你看看他自己 过去双手洗洗 这讲什么讲 是一群不要你的狗东西 总算现在有人出来讲解你 虽然声音没有很大的狗道话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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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戏